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我是宽芝 咱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这个成语背后有个故事 战国时期的宋国人,宋国的农夫 无意当中看到一只兔子,砰,撞一树了,晕了 这下好了,他很开心,等会儿也不干了 一天到晚呢,就手在这棵树旁边,啥等 等着下一只兔子撞到树上,我就拿回家 一天拿一只,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干活了 咱们通常用这个成语呢,来讽刺那些 整天想着不劳而获的人啊 天上怎么可能掉馅饼呢,是不是 兔子怎么可能没事就撞到树上,让你去捡呢 不可能 哎,别着急,如果真不可能的话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在四川省广原市的青川县 真有这样的事 不过人家那不叫守株待兔 叫什么呢,叫手动待鱼 据说那有个山洞啊,你只要在洞口等着 什么活都不用干,山洞里边自动会冒鱼出来 随便撒网一捞,满赞而归 你说这稀奇不稀奇 有观众要说了,说什么呢 边瞎话也边得可信一点好不好 谁信呢,古往今来,你说藏宝洞 我听的很多,是吧,洞里面冒鱼 你能编一点靠谱的东西吗 没关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咱们一块瞧瞧去 眼前您看到的地方就是四川广原市的青川县 这条由西向东南流淌的河流 叫做青竹江 传说中那个惠茂鱼的山洞就在青竹江的下游 为了尽快确认此事 以及找到山洞的具体位置 咱们的记者直接走访了青川县地方治办公室 希望能够通过查阅限制得到一些线索 结果您猜怎么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限制上还真记载了这个山洞 桥鱼洞为了马村就现成七村里 传说每当秋桥收获的季节 有成群的鱼儿从洞中游出 马村的桥鱼洞 俗话说的好,百文不如意见 咱们的记者立刻邀请了相关专家还有几位当地的村民 请他们做向导直接就出发了 可是路途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石头 而且路还时段时去 有的地方只能靠一些不算粗的树干来连接 不过也正是因为道路的崎岖艰辛 让前方的桥鱼洞显得更加神秘气了 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桥鱼洞口 进行了一番准备工作之后 大伙点燃了火把 准备向洞中进发 走进山洞之后 大伙是越来越疑惑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 除了有一点潮湿之外 并没有发现可供鱼儿生存的流水 更别说还能冒鱼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